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十二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案 為強化中華航空之國際識別 建請願會作成決議等案 請議事人一併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有建於中華航空 China Airlines以下 簡稱華航 在世界各國被誤認為來自中國的 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屢屢造成毀擁 為強化某國之國際識別 原停案見起本院作成無下決議 特朗普應積極推動短周程移之 黃航證明 已重啟以來 黃航經常被認為是來自中國的航班 導致國人在國際率頭上的不變 此次嚴重跳出傳染心肺炎 COVID-19期間 各國禁止中國航班時 黃航亦有被誤認為中國籍航班的情況 推動黃航證明 讓國際清楚識別台灣 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最強利益 而近期 台灣捐贈口罩 是歐洲各國 以台灣Can Help的英文 不調向國際社會發聲 但華航飛機上的China Airlines 卻讓國際媒體無人為 口罩來自中國 對台灣損害聲大 前進黃航證明的迫切與必要 三 考量國際政治現實 將根目應規劃短中長期之 黃航證明計畫 短期英里不設計改約航旋台航的飛機 途中取向或揭曉化Gina字一樣 並將駐台灣或台灣地圖圖示 更改華航英文譯名來推動 促成其因研議華航證明的各項航空與配套措施 使之推動華航證明是否用到僅供職判 本院民進黨黨團 有鑑於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s以下簡稱華航 在世界各國北無人為 來自中國的中國國際航空AirChina 律律造成混淆 為承換我國之國際識別 原提案借請本院作成如相決議 邱東波英積極延提承換華航之國際識別等相關政策 以避免與中國機航空公司混淆之短中長期措施 以華航於國際上被誤認為是來自中國機航空 造成國際形象混淆 邱東波英已絕望台灣國家利益為前提 強化華航台灣印象之國際識別性 辨識性 二 邱東波英延提分歧可行之華航改名計畫 前期已不涉及改約 航權談判之飛機塗裝重新設計為主 如加強台灣或台灣印象設計的方式 由商務邀請將官大尉研議更改華航英文譯名 及華航改名的各項可行性方案 的各項可行方案與配套措施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宣讀完畢 依照立法院資權新司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子去大體討論後 即議決交付審查或簽貨賭或不予審議 請提案黨團時代力量黨團代表 王婉鈺委員說明提案子去 時代力量黨團在此提出中華航空的證明案 主要是因為長久以來 中華航空 常常被誤認為是中國的航空 甚至與中國的中國國際航空被履歷造成混淆 包括說在這次COVID-19的期間 各國禁止中國航班的情況的動時 華航也有被誤認為是中國國際的航班 而遭到禁止停止的狀況 以及說在這次的防疫期間 其實台灣的成績表現得非常的好 以及台灣口罩國家隊的表現 其實都受到國際的肯定 我們也在捐助國際口罩的同時 我們以台灣Can Help 英文布條 向國際社會發聲 希望能夠看見台灣 但是卻因為華航飛機上的China Airline 被國際媒體誤認為 這批口罩是來自中國的捐贈 這些都是對台灣的損害甚大 也影響了台灣在國際間被看見的可能 過去其實 蔡英文總統也表示說 華航應該要有更強烈的台灣的識別度 蘇貞昌院長也同時認為 長期以來我們被誤認為China 造成一些國際上的吃虧 讓我們屢屢受到影響 林佳龍部長也支持華航證明應該已經達到了共識 他也樂觀其成 所以時代力量黨團在這邊提出來的 就是針對這個短中長期 各分別提出的建議 希望能夠來推動華航的證明 短期可以考慮以飛機的塗裝來取消 超貨及小化China的字樣 或加注台灣的字樣 以及台灣地圖的方式 來讓世界看見台灣 中長期的部分 希望能夠更積極地來推動 各項的方案以及配套措施 現在在台灣的國民方面 華航的證明已得到大家的共識了 現在應該是最好的時機來推動這項政策 也希望朝野各黨能夠同時來支持 這樣的華航證明案 謝謝 繼續請提案黨團 民進黨黨團代表 鄭運捧委員說明提案子去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這次台灣因為對於武漢肺炎的防疫成功 而且台灣在於醫療級的口罩上面 做了超前部署的生產 所以我們很多在國內需求之外 現在口罩也可以成為我們台灣 援助國際友邦 以及國際社會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協助工具 那從今天開始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台灣高品質的醫療級口罩 也可以透過國人的志願贊助 由政府再去援助國際 因此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當中 台灣的角色讓社會讓國際看得到 而且國際都認為台灣的確 台灣可以支援國際在公共衛生上面 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上面 提供很多的協助 但是因為我們的協助 那華航公司也承擔了 這次運送我們醫療物資跟支援物資的 這個國際航空的一個工作 可是因為60年前 中華航空在成立的時候 雖然是由政府間接持股 但是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 中華航空的國際英文名稱 China Airlines 會的確在這次的事件上面 造成很多誤解 也讓國際的友人 也認為說 這一筆口罩 是不是中國大外宣的一部分 而忘記了台灣的存在 所以我們發現在國際的媒體上面 有很多的照片 經過中華航空公司的 貨物運送 上面有我們台灣CanHelp 以及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沒有錯 但是因為我們運送的中華航空公司 也有他們的logo 上面China Airlines 的確會造成了誤解 在這段上面 在這個事情上面 雖然行政院 跟我們現在中華航空的做法 是要求貨組是中華民國政府 是台灣政府 所以航空公司 並不需要在上面打上自己的logo 反而造成了國際媒體上面 跟照片上面的誤解 這個做法是對的 可是我們華航需要更長期的 肩負起國營 國際航空公司 在國際上面 宣傳台灣 在國際上面 避免困擾的這項工作 所以民進黨黨團 我們今天提出了一些做法 也希望我們院會可以支持 那在世界各國上面 對於中華航空公司的英文譯名 China Airlines 他的確會誤認為是來自中國的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所以屢屢造成混淆 也這次事件的主因 所以我們希望交通部跟華航 有步驟有系統的做法 那也是符合蔡英文總統 跟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 在於這種兩岸關係 國際關係相對複雜的狀況之下 要有智慧 要有步驟 也需要時間 因此我們提出來的 我們提出來的方案 我們希望交通部 積極研擬提升華航的國際辨識等相關的政策 以避免跟中國籍的航空公司混淆 那短期的做法 華航在於國際上被誤認為來自中國籍的航空 會造成國際行銷的混淆 所以我們要求交通部 應以確保台灣的國家利益為前提 確保台灣的國家利益 就要強化華航的台灣意向的國際辨識度 這是短期之內必須要去進行的 第二個交通部 因研擬分歧可行的華航改名計畫 前期以不涉及改約航權談判的 飛機重新塗裝重新設計為主 讓台灣的意向 讓國家的意向更突出 那如果需要加強台灣 或台灣意向的設計的方式 應該要由交通部邀集各相關單位跟機關 研擬更改華航英文譯名 及華航改名的各項可行方案 及配套措施 我想在這一點上面 我再次重申跟大家報告 有關於中華航空的改名 有關於現實到國際之間的關係的 需要政府更多的智慧跟耐心 也需要更多的步驟 這就需要時間 也希望我們大院可以來同意 民進黨的提案 民進黨黨團的提案 那也希望說我們各個方案上面 我們可以朝野協商 共同來研究交通部跟華航可行的方案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依登記順序發言 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王定宇委員 謝謝 這個 他的GAT 他的門的旁邊 叫做Air China 有時候連 紐約當地的導引人員 都會把你帶錯門 這樣子混淆 除了有國家航空公司被混淆的 你說是屈辱或者損失以外 這一次華航載著我們的口罩到世界各地 贏得很大的讚譽 但是有部分國家謝謝的對象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是這個時期的損失 那在平常我們的華航做到以客為尊 做到再好的品質 但是不管是中國南方航空 中國航空 中華航空這種混淆不清 在經營市場行銷上 品牌的價值混淆上 其實對華航也不見得公允 但是要變更這事情一樣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公司的本身的名稱 跟航線的識別叫做CI 這個部分知識體大 我們可以好好來討論 長遠可以來處理 但當務之急 我們台灣的花旁 讓人認為是中國的航空公司 這個是當務之急 對外的識別不足 無法讓人家辨別出一個 來自於民主自由的 2360萬人的國家 一個優質的航空公司 所以在公司本身的登記 以及航線代表碼 這個比較長時間的處理前提下 我們還是可以討論一個過度的做法 也就是航空公司機身的識別 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很多上面所欺的塗料 不見得是航空公司的名稱 有的是一朵花 有的是用縮寫 比方說華航可以叫CAL 可以凸顯台灣 也可以中文的圖騰留著 英文跟外國人識別的時候 讓他知道這個航空公司 是來自於台灣 所以本席支持黨團 提出這樣的要求 也希望交通部 儘速找出一個對內 對內爭議最小 對外足以區別 這樣子的原則 來讓我們的國家航空 將來不管是載著元首 或者載著台灣人的愛心 或者單純載著我們的商務旅客 都讓人家能夠辨別 這家航空公司來自台灣 來自於2360萬人的國家 而不是和Air China 和北京和中共的航空公司 混淆不清 他經營他的 我們也不吃他的豆腐 他也不要影響我們的生育 這樣子的區別 是一個公司經營 長久來講 是一個必須要做 也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本席在這邊做 以下的發言 希望進步來完成 先有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分別提案禁服二毒 請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禁服二毒 先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分別提議 交付黨團協商 我們做以下決議 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共同負責召集協商